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专题的话 我只要分六个题目和大家谈谈 第一个就是中医关于夏季或者秋季的饮食指示行 第二就是强身的食育方法 第三就是对调宝、扭、大脑的食育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近似食育方法 还有一个强敏感或者强抑极终合性的食育方法 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和大家介绍 两个比较常用的腰位 大家可以按一按的 这些可以改善到大家的成长 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个年轻人 他就父母带来带来 要跟他跟她说 和我说 我今天就是 今年入读中二的了 暑期 长假期已经过了,很快就开学 好像自己还没有调整好 心理里面有点压力,有点紧张 平时自己的身体都是比较虚弱的 有点担心自己这样弱的身体 能否适应到我们比较紧张的课程学习 俗语也有说,民以食回先 意思是我们平时食物和生活健康是相关的 它是维持我们生命系统的必需 所以有时食物用得好的话 还可以达到防病、致病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平时吃的很多食物 比如大家都经常用到的 意米、黑芝麻、大酒、扁斗、白盒 或者我们有些调料的 新疆或者平时大家用来煲汤的 那些山渣、山肉、甜甜的蜜糖等等 其实这些是食疗 有很多都是肉能 它可以起到一个防病、致病的目的 总之说,食疗在我们国内 在我们中国的话 其实已经历史的很悠久了 从古开始就有 食肉桐园 或者是肉堡 不如食堡 没有这样的说法 从这里其实已经说明了 食物的话 在临床上是调整我们功能 保护我们脾胃 在终于来说 因为脾胃是人的后天之品 就是我们生命的正常 假如我们身体脾胃不足的话 就会经过后天这个食料的调补 来达到作用 那在一般来说 要保养这个脾胃的方法有很多 那有几点我们一定要注意 第一 我们平时的食物 就一定要有规律 不要随着评论我又喜欢吃这个 又吃不喜欢吃那个 就不吃 这种就不对了 那第二 就有一个比较好的 饮食的感觉 是不是 有些人 哎呀 吃饭 一边看书 吃饭 一边看电视 一边聊天 那这些其实都不是太好的 第三 那你 吃东西 我们都是要 注意 不同人 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等等 这些都是影响到我们 选择 相应的 食品的方法 第四的话 那就是我们进行 食料 或者叫什么呢 叫饮食调理之 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注意 我们食物的性质等等 或者呢 就有些东西可以吃得 有些不吃得等等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在开学之后 没有多长时间 很多小朋友就会有那种表现 比如 因为不喜欢上学 对吧 比较焦虑 或者 上课的时候 你会走神 集中不到真神 或者 这个人的真神 不是太稳定 等等 有些严重的 可能出现 哎 睡不到够 或者呢 就什么呢 睡得太多等等 或者 有 不知什么原因 不想吃东西 我们在医学方面 你叫它是什么呢 是 叫 开学 综合症 就是 因为 呃 开学之后 有很多小朋友 和朋友 要 应付这样的学习情况 繁重的学习任务 所以就可能 出现了这种 一系列的问题出来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我们有两方法 一个就是 要 帮助 小朋友 调整好 心理 状态 经过我们家长的 合理的 调理的 饮食 将 小朋友的 身体 调理好 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不是 天气很热 那么 在这种情况 大家经常都会 口渴啊 不想吃饭 是不是 那当然啦 这种情况最好 立刻冰箱有冻 东西 立刻老出去喝 大家可能都有这个习惯 其实这种就不是太好的 可能大家都清楚 是不是 立刻喝冻东西的话 其实太冻的话 可以 损伤我们脾胃 如何饮食 才可以避免出现这个最紧要的 后天的脾胃 功灵佛式的问题呢 那我们其实有三个要点 大家要注意的 第一个呢 一个呢 千万不要乱吃 冻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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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呢 大家可以选择什么呢 软软的 是不是 当然实际不想吃 那些 那些 冰箱老出去的 先摆一摆 先 不要这么冻 才能喝 可能就比较好些 第二个呢 有机会可以吃 多些酸味 因为在夏天 如果天气比较热 出汗又比较多 所以一般我们容易出现 心房 心烦 口 肝 这种症状 在中医的局度来看 酸味 可以什么呢 可以捏阴 伸瓶 可以缓解 口肝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 适当的 是 喝少许酸的 喝少许酸的 大家可能都喝过的 酸梅汤 是不是 喝了些后 其实有比较舒服的 那么 第三个注意事项 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补充那些水分 比如 大家可以吃些 呃 味道比较 甘的 呃 有些偏凉的 是不是 凉性的 下面我跟大家介绍一味 我们在 夏季比较适 比较适 比较合适的 湯 水 叫 冬瓜蠔叶 二米水 那么这个湯水的话有什么呢 清热利湿 很适应我们 夏天 饮用的 嗯 大人十文仔 都比较适合 秋天来 冬天都不喝 为什么呢 可以自己强壮 自己的体质 其实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经过调理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增强自己的体肯力 那么 你可不可以安全度过这个疫情 我们前面提过了 是不是 我们很多食品里面 有很多 有肉物的作用 又可以 填补大家的头 又可以医病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吃得好的话 对我们 体质 对我们的底下力 是好有帮助的 那么 就 跟大家介绍一只 应该是比较好的 可以提供我们体质的 叫小米 四宝粥 有些人叫它什么呢 代心汤 是吧 人心大家都知道 对体质是好的 是吧 那其实这些 这些四宝粥的话 其实都有这样的作用 四宝是什么呢 小米 那最好呢 就介绍一倒 最好 陕西的黄小米 是最好的 35-50克之间 另外呢 就配5-7克 梅的大酒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老一点 花生衣 花生下 跟那些年龄差不多 数量 其实呢 就是意思呢 多少碎 大家就可以吃多少粒 或者呢 还有一些 黑芝麻 或者白芝麻 适当的 那其中的 这个料里面呢 这个黄小米 是很重要的 按中医来说 黄小米 是入皮的 这些皮的话是 中医 你也认为它是后天之本 就是后天的根本 大家呢 就 没出 没生出来之前 是靠妈妈的 那你生出来之后呢 就靠你自己本身的皮功能 皮胃功能的了 李时珍 在本草歌舞里面呢 就提到这个黄小米的功用 保育气 可以这个胃火 健脾利尿 当然大家再配合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大酒呀 花生米呀 芝麻 就可以达到 保抑气月 强生状体的作用 那当然说 体质比较差 比较弱 或者你想大家提高 那个 带我来的话 大家呢 其实可以简简单单 试一下这个 下面一个 来跟大家谈一谈的 关于老 保护 其实 大家都做过学生 都有一个经历 学习越来越紧张 所以呢 学生的 压力就越来越大 所以 当然说 在这些紧张 繁重的压力之下 就会 首先出现疲倦 这些情况 长时间的使用脑 就可以出现 浸浸不到真神等等 所以当然说 在平常之下 我们父母可以 经过食疗 可以有所帮助 小朋友所谓的 保抑脑 提高他的 纪力 这样的话 就真的很好 看看有没有 可以帮助他 大家可以试一下 那下面跟大家介绍 一个粥 用脑肉粥 因为这个的话 有什么呢 有个 养心 中医来说 有养心安神 健脾补热的作用 所以有些心安神 是不是 应付繁重的 这些学习的任务 出现这些 心烈不足 导致自己 心烈 或者你 就 记不住 这些下降 或者有些 神经伤肉 或者有些 痣汗 痣汗等等 这些情况 都可以吃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 好吃的 对身体非常 另外介绍一个食疗方法 有关系 近似的 大家外面 逛街 看一看就知道了 很多对面走过 你心烈 大小都是大眼睛的 所以证明 其实是什么呢 近似在我们现在来说 是非常之常见的现象 19年 中国的国家会见委 做过统计 大陆小学生的 近似率是多少呢 45.7% 小学生说 差不多一半 初中生呢 就74.4% 超过一半 差不多 差不多3-2% 都有了 所以其实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近似 其实真的很厌俊 我们香港 大家有空过 都看到了 近似 眼镜的 十分剧 非常之多 那么 演起这样的情况 原因有什么呢 其实都不少 比如大家用眼睛 睡眠不足 晚上要做功课 做到十二点才能分 或者 有点睡不觉等等 或者 饮食不均匀等等 好 原因很多 我们就只要 提一提有关 这个饮食的 不均匀 提高饮食的 是 经过饮食来提高视力的 猪肝筋 哎 又是粥 好吃的 这一味的话 其实呢 就对我们的 清肝明目非常之好 而且呢 当然大家说 猪肝毛 大家都可以用 其他 动物的 肝臓 比如 牛 羊 鸡 等等 这些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不错的 猪肝 汤汗 那么呢 就在 吃之外 我们建议大家 都可以 可以按摩 眼 按摩眼的话 其实很简单 大家呢 可以 先 刮一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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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下面下边刮一刮 刮一刮 刮的话 其实它就是可以缓解它 那么记忆看这个方法 大家也可以来看 我们这里 都有个方法 跟大家介绍 刮了之后呢 只要可以改善 它眼的工业 这些营养 另外一个呢 它呢 可以缓解它 局部它的眼的肌肉 的径因 所以 所以对眼睛的恢复是非常之好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 消化系统不是太好 是重敏感 就长耳激综合值 在目前来说在临床场面是很常见的 经常虽然 肚痛 腸载叫 或者有腹胀 腹射等等 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有些人不是腹射是便秘 交换出现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是中医来说只要脾胃出现了问题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要求是什么呢 平时饮食方面大家要注意 酒餐要吃得好一点 中午吃饱一点 晚上吃少一点 这是一个原则 吃饭有规律 另外一个就是吃饭 你千万不要一次高度吃得很饱 七八成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 在夏天秋天花 饮食要清淡一点 没有水太油尼 或者太辛辣的食物 另外可以吃一些开薯 你濕健脾的食物 比如我们前面提过 什么绿豆、耳米、冬瓜山肉等等 这些东西 那你有没有什么 汤水介绍的 有 健脾补气、鸭汤 这些东西 对我们脾胃虚 或者消化力欲 不想吃饭 或者今天有些大便虚 慢食、褐蛇等等 这些 大家可以试一试 后果是不错的 最后一个就有两个腰位 跟大家提一提 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听一听 一个就是足心理 足心理是在脚那里的 大家可以看下我们这个图片 它就在那个小腿那里 这个腰位的话 中医来说是强重体质 大家当然日日用来 这样按摩这个腰位是不错的 另外一个就是神蝶 在哪里 这个腰位都懂 在什么?在肚瓷 这个腰位的话 大家日日可以用手来按摩它 或者用矮来教一下它 那你都可以对我们体质 有提高作用 那这两个就是 我们在小朋友 读书的话 时不时和他们按一按 用这个腰位是不错的 那你就有一个问题 成年人不用补 是不是? 进补有没有官兴领限制 其实这些话 那我想问一问 未成年人有没有虚的? 应该有的 是不是? 所以其实呢 进补的话 其实没有连来限制的 只要跟什么呢? 跟他的体质有关 当然是说体质 确实的 那他不单是小 小小或者大人 都不应该补 要补也出问题 那当然是说 哦不是哦 这小小的体质是肉的 是比较差的 那这种情况 我当然是越补了 所以其实呢 在进补的高成的话 我们就应该怎样呢? 应该要搞清楚的体质 经过这个体质 在中医的指导下 进补的话 那可能后果就会 明显而且有效很多 另外有一个听众 有一个问题 说天气很干燥 经常有那种干咳 应该怎样解决呢? 其实这个干咳 那大家平时其实可以 怎样呢? 会多喝点水 可以多吃点水果 其实最简单 其实我们 大家现在 出面的水果 雪梨 其实雪梨的话 大家 这个干咳的体质 雪梨 可以用来炖 炖冰糖 炖冰糖 来吃 其实这个 对干咳的效果是不错的 对吧? 所以其实呢 就 应该呢 在饮食方面 大家注意调食 的话呢 对改善干咳 应该很努力 有个听众说 乳米是否老论家 不能喝 应该怎么说呢? 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因为它本身有健肥 它有肥胃 它有肥胃 又有肥胃 的话 不管它是什么 是中年人 老论家 应该都可以喝得 的 因为它本身 你要看它 体质是怎样 所以呢 其实呢 就不是说 一刀切 老论家 就不喝得 而不 不是的 另外一个 听众的问题 是说 小朋友 已经中学了 偏食的情况 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 体渴力 免疫都比较差 它又有湿疹 腸胃又差 大便可能 都不是每一次 对吧 想问问 有没有 相应的汤水 就是吃了 帮助它 可以 用 味 生育 生育 生育的味 其实呢 就在健脾胃方面 非常之好 是我们临床上面 很常用的 脾胃可以动的 很常用这个 那么 我们一般的话呢 就 其实 在外面的生育 有各种方式 大家可以使用 比如 大家可以买 新鲜的生育 回来煲汤 煲 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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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育粉来吃 又可以 我记得大家 香港人不是很喜欢炒菜吗 生育 当菜炒 都很厉害的 都很好吃的 所以其实生育的食法很多 大家呢 不要拘于无一味 其实这个 多种方法 给小朋友吃 吃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照顾的话 小朋友的体质应该有所改善 那当然了 除了吃之外 当然可以配合其他方面的调理 那效果还会好 那这个对大家来说 应该是什么呢 是比较好的 简单的食调方法 那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解了这么多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以后有机会继续